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进去的 我是天灶 电话响起来 气球说是您很重要的人 我才 够了 回去吧 季小姐 喝茶 季同学 我有个问题 想要向你请教一下 别别别 你都登堂入室了 还有什么是不知道的 不不不 那也不一定 毕竟情侣都是从私密开始的 这些话我也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 你闭嘴 那那就当做情报交换 你也有不了解你堂哥的地方吧 嗯 那好吧 不过呢 我只回答你一个问题 就是 楼底下那间不上锁的房间 到底有什么 看来呀 堂哥对你也就不过如此 我呢 也就放心了 据说那个房子呢 是堂哥的秘密基地 里面有什么别的 我倒是不清楚 不过我知道 里面有一部 电话 电话 对 就是以前家家都会按的那种老式座机 堂哥从老宅搬过来就一直带着 我猜 他是在等一个人 等谁啊 哎 一个多年前就已经离开的人 这些年啊 哎呀 人是全非 这个电话估计就是他们唯一的联系 堂哥有事没事就去那个房子里发呆 我猜 他就是在等那个电话箱 原来如此啊 像他会做出的事 你啊 你啊也别说得好像太了解他一样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 我都不敢说了解他 是啊 越接见这个人呢 越觉得迷雾重重 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有多少副面具 哎哎哎哎哎哎 你也是这么觉得的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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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我跟你说 我之前差一点变成私生了 都是被他给逼的 我拍了他那么多张高清照片 他就没有一张脸是崩掉的 这表情管理比爱豆还要专业 你说他至于那么多爱人吗 这个也 我懂 哎 你说他成天这么高出不胜寒呢 他不累吗 应该挺累的吧 嗯 奇怪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 你瞬间有了同伴的错觉 哎嗯有电话 不是我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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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看我啊 我想通知你的 但是没来得及 谁知道唐哥他会提前回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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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连道歉的机会都不给我吗 太辣了 健身犯人了 我认输 放弃了 谢谢你啊 思琪 多亏了你 我心情好多了 本来嘛 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欺负你那个人现实中叫什么名字 我帮你出气 不怪他 其实都是我的错 我还以为只有我哥那么讨人厌的 道路主真是恶德剧啊 你哥有那么夸张吗 何止啊 我当时离家出走百分之八十都是因为他 现在因为补办证件又要跟他见面 烦死了 那他今天同意见你了吗 怎么可能 我一下子都在打电话 他根本不接 我还以为 这么多年他能有点改变 使我想多了 我确实辣椒后劲好大呀 我确实辣椒后劲好大呀 来来来 喝口渴了 喝口渴了 慢点啊 没事没事 今天还是我们告别舔狗 学会独立行走 千万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 吸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狗子让你那高冷的狗 后悔去吧 再见